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郑书颖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绝症 医生告知无药可医 绝望之际 心灵法门让他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父法菩萨 感恩大家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身体恢复健康 以消除业障的经历 我在13岁时就发现自己身体肠胃非常敏感 吃到海鲜肉类都会严重拉肚子 所以我从13岁就开始常述 只是那时候不懂的许愿 我在2015年跟心灵法门戒严 由于自己业障阻碍 不开悟 没有按照功课念经 只是随缘念大悲咒 到了2016年12月 我开始腹痛 不能吃硬食物 只能吃粥 吃饭一天比一天少 后来严重到吃了就会痛 只好去看医生 扫描整个肚子 医生说没事 血液也很好 安排两个月验血一次 直到2017年10月11日 我的病终于发作了 三天之内肚子长大到 好像怀孕五个月 眼睛模糊 什么也看不清楚 被送去医院NCU 在医院兜留一个星期后 检验结果出来 408癌是因为血里有续菌 并且已经扩散到肚子底部 肝肺大肠上 各长了很大大的肿瘤 医生建议发疗 从2017年11月23日 至2018年3月3日 一共化疗六次 化疗时间真的很辛苦 呕吐腹泻又吃不下 整个口腔化炎 长农汤化农 24小时内都不能吃 连口水都不能吞 其中的痛苦如同人间地益 当时我感谢到 像师父讲的 恶鬼道的众生 恶子肚子大大的 喉咙很小 恶的要命 却什么都不能吃 在那段时间 我经常做恶梦 梦中有人压住我 或者有人拉我 我吓得啊啊大叫 却醒不过来 我先生听到我的叫声 每次把我咬醒 如果没有人在身边 就醒不过来 那时我担心到不能睡觉 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了 经常会化脾气 每天都不开心 医生给我的药都不管用 我默默地承受六次化疗 医生说 用另外方法化疗 还要做骨髓移植 会比之前的化疗更痛苦 我完全不再忍受更多的痛苦了 只好放弃 这时的我 只有一条路 就是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于是我开始来参加佛堂 礼拜六的分享会 来了观音堂 我的担心一次一下子少了很多 晚上就可以睡觉了 我以前没有念小房子 只是念大悲咒 一直接着没有什么效果 观音堂的师兄们 教我念传部的功课和小房子 我接着念经顺了很多 不像以前好像念经 阻碍总是不想念经 我的身体好了很多 一下子对生活又有了希望 在2018年6月时 我的病复发 专科医生说 我的病毒是的 像新加坡总统 王顶昌的病毒 但是没有医治这种病毒的药 可以给我打两支化疗针 但是可能不会有任何好转 而且每一支针要一万元 因此我对治疗化疗完全放弃 但是因为我已经感受到 观世音菩萨会救我 所以我没有像之前 绝望难过 每天就在家拼命念小房子 一个月烧了108张小房子 那时我每天只能喝 玉米水或粥上面一层清水 而且舌头一点肢结也没有 说来很奇怪 虽然吃得少 我的精神却很好 朋友见了我 都称赞我不憔悴 不像病人 因为我每天都坚持念经 这时我心情好起来 每个星期六 我都来观音堂 听分享会 很多热心的师兄们 帮我加油 让我更有信心 师兄们教我喜愿放生 于是我就喜愿 终身吃肠树 去新山放生 还给自己的药精者 洗了108张小房子 慢慢的 我感觉舌头有肢结 有味道了 噩梦不再有了 2018年尾 我梦到一个穿白衣的人 好像是医生 摸摸我的肚子 做了这个梦之后 我就慢慢可以吃饭了 肚子里的肿瘤也不再痛 肚子也慢慢变小了 可惜肚子的照片太难看了 没留一张 早知道分享就留一张给大家看 我就这样康复了 医生说 那位新加坡国会议员跟我生一样的病 花了很多钱 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观世音菩萨却保佑我 活下来了 我康复之后 不信佛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惊讶 也相信心灵法门很灵 家里有病人的 就请求我带病人来佛堂 我本身能量不足 一接触到病人 头痛不舒服 于是就把观音堂地址和电话给了他们 有好几个癌症病人都来学念经 还有印度人呢 在此也感恩这里的义工们 现在我每天都要念三二三章小房子 非常开心 有一位身癌症的灵机 总是羡慕我的改变 他自己每天都痛 我带他来过佛堂 但是他自己总说自己没时间念经 所以除了求菩萨加持 自己要努力念经最重要 我的分享结束 谢谢大家 在我分享中 如果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原谅 请龙天父法菩萨原谅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弘台长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